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物节目 有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拥有两亿以上的中国武术联系者 而在精神上痴迷于此的功夫迷 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这一层被称作国术的运动 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有人认为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文明史 然而这一古老文明的活化石 却有一种仅有二十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电子游戏不起而遇了 功夫迷与电玩迷的目光 交汇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就是河北苍州的八级拳掌门人吴连芝 他随自己眼泪一生的古老拳法义气 在近十多年中得到了空前的关注 而所有的变化 云一款日本制造的电子游戏 这是2002年在日本东京进行的一场特殊竞赛 获胜者可以得到五十万亿元的奖金 竞赛的内容是一款电子游戏 游戏名称叫Water Fighter 也被中国的电玩迷称为VR战士 这是一款格斗类型的游戏 十几位由玩家自己控制的虚拟等物 它们各自代表了东方或西方的一种真实武术流派 因此这场比赛也被认为是世界各地的真功夫 在电子游戏中的一场较量 这个虚拟人物叫杰成金 是VR战士游戏的男主角 他的原型就是中国八级拳掌门人吴连芝 大队我看了这个形象 好小我的形象 差不多 很壮 很粗壮的 他做的动作 有点夸张 1991年秋天 有两个日本人来到孟村 他们携带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摄像机和照相机 这就是林沐玉和他的翻译 林沐玉是日本著名的电子游戏制作人 到中国的目的就是寻访八级拳的传人吴连芝 但是他提出的要求让吴连芝感到意外 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我是做游戏机的 我很吃惊 我说我是两个孙子和你两个高游戏的什么关系 他说我也最近想搞一个三大队的游戏弹 希望得到吴老师的支持 林沐玉在孟村只待了两天 吴连芝向他展示了许多八级拳的奥妙 林沐玉非常满意 临行前 他在当时孟村最好的饭馆里请吴连芝喝酒 駆けつけ三杯だから 三杯一気に飲み干して そしたら次の人が 私も駆けつけ三杯 私も 結局何十杯飲んだでしょうね 喝酒就喝醉了 喝醉就喝醉了 跑醉到真了 我叫做潘凯 我没听说走口 不能袭塞给我试一下 我说是可以 你试一下吧 我认识的力量很厉害,但我一直在空中浮起。 我认识在石畳面上,所以我认识在头上。 我认识在头上,我认识在困惑。 当时我就说,对不起,李母下,对不起,太对不起了,我失识了,太对不起了。 他说,不不,他没说,没关系,又说他那个没说,你录下来了吗? 两年以后,一款表现八级拳等真实武术的格断游戏在日本推出。 雷尔战士系列至今的全球销量已经达到了400万台。 看什么游戏机啊? 我不会玩。我的儿子,我认识他们都玩。 当时我脚子不住了一个日本人,怕不给我压死,怎么能呀? 帮你穿那个代表动作,贴啥扣啊,打叉啊,我觉得做得特别逼真。 1993年,吴连芝第一次访问日本。 在机场,吴连芝就开始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他的注意力显然被机场外的新奇事件所吸引。 1993年,吴连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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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3年,吴连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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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004 tril、吴连芝,吴连芝,吴连芝 。 这事实上我吃 喝不到一口就吃完了吧 我还肥四分吃 吃了鱼就吃四口吧 不饱啊 来要 我也是一个吃四份 还不是饱饱 我也不敢再要 再要不要发负好人笑 还那么大食量 你为了食量才特别像 日本所有的武术刊物 都开始介绍吴连芝 很快 日本一些地方成立了 专门的八级拳武馆 报名学习的人 大多是由电玩弥 转变成了功夫弥 他们希望向吴连芝 讨教拳法在实战中的应用 吴连芝偶尔也会遇到 学员们的挑战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他在明军学的 他肥的比较比较好 肯定忙忙 还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跟我比劲 你看有的时候 拍队给我摇瓦子 你哪有点事 马上不连工啊 拍队摇瓦子跟我 这人是力气大 然后摇瓦子 结果拍队摇 这摇瓦子哪摇 有点小伙伴两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摇瓦子 也摇不高 两人都给低了起来 那来没有 我好吗 我好吗 我来不见 这是什么 我不是 我没问题 我这不是 你这不是 我这不是 我 vinden 你这不是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一小姐 多年来创 实际就是三种力 趁力 刹车力 还有加速度 三种力 三种力合一 这三种力的合一 所以把钱发给党 这个关系 我讲了这个道理以后 我还用什么 写的节目怎么搁的 还有长量 长量的质量 人体重 速度 施加 距离 就写了公式 在日本运动学专家的论文中 还提到了吴连之分析八级权权理的公式 有的中国功夫 声口相传的秘诀 被现代科学理论破译了 如果再挪一个位置 或者再换一个角度 会更好 他就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他在这上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并不是说 这个就靠老人留下点东西 这个 这个 来来自成为免 吴连之的祖先吴忠 在明朝开创了八级权 二百多年来 这种以河北苍州孟村 为中心的外家权流传各地 吴连之的祖父和父亲 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武术家 吴氏家族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 一般刚投降的时候 我们某次发生了两大家族的街道 几百人呢 发生三十多个刀枪架 一都上去了 拿不开了 咱们把这种小分队拿手枪的 管不着聊了 结果他父亲 他一二派去了 拿了一盒棍子到那儿去合作 吴氏家族有一条古训 学会把识 学会老识 意思是 念的权更要老实本分的做人 绝不能视强凌弱 吴连之从小就被教导 不许与别人好勇斗狠 没到访学 或者在学校呢 有些年龙大的比较同学 就欺负我 说 哎 你也不会八十嘛 这个 两无数啊 过去成两八十的 两八十 你也不会两八十嘛 我打你拿我十勾是 你不用咱们逼合逼合 小孩打架 就欺负我 我说 我不会 我不会 王红穴了 我就故意退让 可退让也不行 他就是想打我 但是吴连之的性格十分倔强 他常常因为不能忍受挑衅而打架 在八级拳严格的门工面前 吴连之总是遭到重罚 吴连之打了 我就怕打 打了 类似你们 我们就打我这点 我们就招我屁股 拿着 拿着挑出嘎子 打 打肺了 吴连之不是家中长子 但是他练武的天赋 从小就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吴连之后 吴连之后 你上次把打枪拿出来行 吴连之你到我里 你把打枪拿出来 他小班怎么错 然后以后说 说他父弟 你抖个打架 就以后父弟这么一抖 这个打枪 我问你到底了 吴连之拿着打枪 一抖把枪拿出来 他也才十八岁 一抖一抖打架 就行了 我到现在说 说他父弟 说你老给我要这个打枪 我不是不教你 你没有这个力气 你得有这个天赋 说你看他这个人儿小啊 谁不小 他是天生的神的 他和他一个人一样 你别看他是一神无异 一般的 可以说在盟村 为民是冤战 拿着一提无量日来 都得处一头 当然是作为欺负人的事 特别是 特别是 到哪个人个厕所 没有 八级拳刚能有力 容易伤人 这让吴连之感到十分困惑 但是让他更难以想象的是 几十年后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个 由现代科技创造的电子小人 实战八级拳 痛快灵力的大法精神 我祖父脾气暴力 我父亲脾气暴力 我也脾气暴力 脾气暴力 脾气暴力的样子 可能跟两个八级下有关系 一般人是不敢去练节症经的 因为第一是这个人物使用起来非常复杂 第二个是 也许是因为有的人觉得 看着这个人性格不符合我 而练他可能会把自己性格带成那个样子 这是一张当今中国主要武术流派掌门人的合影 一直以来 武林中对八级拳的看法存在着强烈的争议 我父亲查家第一次查家穿武术比赛的时候 就其他武术流派的就排斥八级 那时候我们一过的归人穿了 排斥八级一路死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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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嘛不能够他们 八级拳在孟村非常不敌 当时无名男女老少都不靠姜拳和卖艺为生 武连志的主妇经营一个戏班 父亲在天津拒绝黑帮势力的邀请 靠拉人力车为生 1968年 武连志高中毕业 他进入孟村电机场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武连志结婚不久 妻子虽然患有肺病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非常平静幸福 我住了两家小炒房 住 老婆有病 孩子小 生儿很困难 我当工人 有的劳动 喊得回家做饭 料理家务 连财西 这个背包 抽衣服 洗衣服 都是我的事 他一咳嗽 我就着急 他也很着急 他也控制不住 磕老子的声音 我特别发 老板一时就傻了 有时候就是宁可 人口 他人口 不可说 不施灵士 不施灵士 我写的东西 我一声不可 他那个妻子也是给我同学 我就能和他妻子开玩笑 我说你要是当时你要给的我 你找死了 我说行 我的皮球我俩才是妻子 把你想 什么想法是一变好 瞎待 我教育好 让他练好 好的方向 举宗法案无党 从来没想过 这个时候 吴连芝像当时中国大多数同龄人一样 过着有功率的生活 练功 只是工作和家务之余的一件事情 但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噩耗 沉重的打击了吴连芝 我父亲的这个群势 最后打击太大了 我应该是 我二十九种子 二十九种子 我父亲去世 父亲吴秀峰 几十年来一直住在天津 在他的弟子看来 吴连芝这位小师弟 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师父的真传 在吴秀峰因车祸突然去世后 大家的矛头一起指向了吴连芝 他父亲经常骑穿回来 回来在家住下日子 过去日子又来这样子知道他 他一点点练武术的时候 一般人看不到 叫别人说话 都是套子 就是说我们俩这些平常套子 做讲他儿子的手法 就是这么真正的勇大人 1985年 孟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 六百余名八级全的弟子 他们来参加推选 八级全新掌门的大会 有些通议我 有些不通议我 就是两八级的 咱们都不是孟村人 不是孟村主管的人 这些人 就不敢在孟村放肆 他们不同意家的打起来 第二天都飞下来在茶厅里边 当时我记了 我说你们谁不服计啊 冲不过来 说我教你两招 你好看着门啊 你这玩意 别叫别出笑话 结果来了以后和他一过招 都不行 还有我们一个老屋家的 练得相当相当不错 在全国也冠军拿过多少次了 哎 也是对这个事儿 他曾怀疑 哎哟 莲子 他又毕竟 不知道莲子这个真底儿啊 哎哟 究竟他弄了这个呆子 弄得了吗 最后让人家来了 以后再 一伸手 再啪呀 跟他老公就不丢人了 我莲子呢 是蒸讲了四个钟头啊 这一晚上 下来以后 哎哟 再拿听过这个 一声 光队莲子不放心 就是莲子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咱连听了都不听说过 不久 在吴连芝开始着手推广八级拳时 他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一边送徒弟 是吧 也可能人家选择师父的时候 送孩子 不见得送到他那儿去 送到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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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那儿去 实际上别人呢 不见得 赶上他的脸下 所以当时 他自己就能看出来的问题 但是一报名 就说这一个玩儿 就是拔几圈子 就报名十几个 其他的 哎都学错觉犯子 八卦卡 都学别的去 哎那怎么办呢 不然人家没报名的 你落实起来跟亮那儿呢 身边充满着对吴连芝的怀疑和猜忌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让八级拳继续挖扬光大 同样是在1985年 隔海相望的日本 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开始在游戏界崭露头角 林玉玉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款表现真实武术动作的新型游戏 十年以来 吴连芝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优优优独播剧场 不需要像通俄出國以後,還有咱們中國的點菜,比如說你們中央點菜來採訪 如果把你採訪,那我就把你採訪,把你採訪,不需要你採訪 外國人如是愛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是愛中國的傳統文化 每次吳廉芝出國訪問時,都會有一個人陪伴在他身邊,那就是他的兒子吳大文 教育我就是,然後把你採訪,一帶來拿下傳來吧 我們好像用職責來練的東西,必須得練,從小就有一個印象 好多盟村人,或者是我家的學生,就說把你採訪不是無家傳下來的 我們明年代推得特別遠,把我們講給你採訪了,因為我們講不是正宏 父親特別生氣,回來告訴我,這社會要發展社會,你不能去給人打獎去 是吧,就讓我好好練,練好功夫,一會兒就說,到時候才會 C步,C步,我們俩練好,這就是正宗 這種父子對戀的前景,從吳大文小時起,有一雙眼睛就在一直注視著 1990年,連著的妻子去世 2002年,胡連織受韓國弟子邀請到漢城八級全武 武館江學,這是當時足球之外,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 他受到了當地媒體的包圍 蔡華軍的朋友,你是中國的黑名的武術家 我說不敢說武術家,我是練八級的 他說,聽說你八級全富於積極,就是能打 南無,韓國的泰香道,就是要富於積極 是不是早一個人給你切磋一下 我要偷弟吧,就鄭小英,我要偷弟 他說,老師,你考慮考慮 最後,不要,不要 你一打十手,這樣一打吧,往個面子就沒有了 韓國好像相當於中央的亞洲台一樣 KBS的亞洲台,跟中國採訪 當時,人把全國人都錄下來 他們的想法是,是中國的武術家 到底是正的還是家的 當時,我心裡就特別大心 大心,你說,歲數你大了給你 二十六歲的人 他肯定有壓力的草扁 他說,一輩子沒數過以後,別人 他說,阿姨失手都怎麼辦 這個世勝敗如生娘,由來已久 已經根深蒂固 所以一些,老武術家呀,一些什麼呀 互相之間,互相,理論探討,探討 可以,但是真正移動手 一般的都不輕移動手 還沒到,最近的演習是繼續 最大 我認為郭的四張,是四張 但是,有力大,沒發現 那些 来到場,进了一步,进了四脚, その一直在踪着十分之一, 他只会是一步驾然, 他只会是一个龙志才却, 以后能打四脚呢, 但你也听过这个狙hst, 哎呀, работать太厉害, 你没什么来看, 这也不敢做, 这会不敢做, 这会不会很难, 那会不会再到 Another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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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冥村特別來上海 啊 看 这种夫妇了和的赞誉 对吴连珍来说已经十分平常 但是在他的内心 对这种陪伴他一生的拳法 却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这个性格应该慎重 应该克制自己 不但吴连得好 而且他的文艺也非常好 他还能写一首好字 给我印象特别深 吴连珍的另一个业余爱好 就是喝酒 用他自己的话说 权益树敌酒能浇油 在孟村西郊 吴连珍和几个朋友 承包了一片临场 白天他常会到这里看看 老板说有个手栽 江湾树这个地方 明天肯定有大招 有个大心头 这个容易做了 两个手嘛 两个手你两辈子也不一定两号啊 两个手真的 可是两个手没有收入啊 是没有举收入啊 现在有点收入了 可以打五十万啊 这个 这个 拒绝收入 马上十三个来着 嗯 嗯 嗯 不过五十个跟那边 刚刚之总是不一样 那五十个 五十个是一个红杨的中央 这个我们是红杨什么红杨人 红杨人就紧紧 红杨人就紧紧 2004年12月初 吴连芝第三十三次 从日本教学法王归来 他此行的目的是推行一套 八级权内功的修炼方法 吴连芝希望 八级权能像太级权一样 被更多只需要强身健体的老人 和妇女所接受 在吴连芝回家给孙子 带来的礼物中 有一台能够玩 VR战士的电视游戏机 一些不我玩具 和很多学习类的图书 也许他希望 吴连芝的后代 在面对自身命运时 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感谢收看今天的人物节目 再见